在一萬年前,艾澤拉斯大陸尚未分裂成數塊,據說世界上所有的河流都匯聚到一個神奇的地方。 那裡是潘達利亞帝國,坐落在世界的盡頭那最肥沃的河谷當中。 看啊,末代皇帝的加冕之日,大名鼎鼎的少號。 年輕的少號生而為皇,能隨意支配潘達利亞帝國豐沛的資源,一切都不於匱乏。 所有熊貓人皇帝即位後,都會先聆聽禁魚人長老的見言。 據說,禁魚人可以與河水交流,在水波漣漪中聽到未來的輕語。 偉大的水魚者閉上了眼睛,專注地傾聽河水。 他期望聽到帝王的長壽與帝國的興盛。 但,他卻聽到完全不同的內容。 睿智的錦魚人看到了在遙遠之處,一個由精靈組成的王國因自大而膽大妄為。 他看到一個火池深淵,竄出了無數的恐怖怪物。 惡魔大軍來勢洶洶,已經準備好群起湧入埃澤拉斯。 撕裂大地,孵化一切事物。 即使惡魔被擊退,這世界的大陸也將分裂四散,永遠殘缺不絕。 稍後看著錦魚人水魚者驚恐地從預言中返回現實。 問到,你看見什麼了?帝王的長壽?帝國的興盛? 但熊貓人末代皇帝的未來,良者皆無。 不,年輕的少浩,無法因帝國的富饒而高枕無憂。 如果他想拯救自己的土地與人民,就必須完成更偉大的使命。 他將展開一段前所未有的冒險,犧牲他與生俱來的一切。 這,就是他的故事。 天啊,天啊,天啊。 大爆炸,恐怖的預言,沉重地壓在皇帝哨號的心頭 他忍受著寒冷和孤獨,登上奈佛勒斯山頂尋求玉交的智慧 智慧之靈問他,你在煩惱什麼,年輕的皇帝 沉昊回應道,惡魔大軍就要湧入艾德拉斯,我要怎麼做才能拯救我的王國 玉交答道,去尋找潘達利亞之心,答案就在那裡 皇帝抗議道,可是我要怎麼才能找到那個地方 玉交則說,你的情緒蒙蔽了你,解放自己的重擔吧,讓大帝成為你的導師 皇帝並不明白 他氣沖沖地回到翠玉林的家中,路途上他尋求老友美猴王的安慰 皇帝怒口,我本該擁有長壽與興盛的帝國,我辦不到 美猴王笑道,放輕鬆點吧,我會幫你的 在他這麼說的同時,四風開始狂笑,然後一陣狂風把美猴王給吹跑了 美猴王哈哈大笑,在不斷增強的暴風中大喊 抱歉啦,命運不可為 皇帝對著他的朋友大喊 不,等等,我一個人辦不到 就在此時,邵昊心中所有的懷疑,醞釀成一股可怕黑暗的能量 疑惑之煞,出現了 皇帝越是掙扎,就變得越虛弱,煞就要佔據他了 就在此時,邵昊突然響起玉交的睿智劍炎,並向大地尋求解答 在附近,翠玉林的竹林也受到了威脅 許多迎風挺立的蘆蝟都被狂風吹斷了 但那些隨風搖擺的蘆蝟不但熬過了狂風暴雨,還因為雨水的滋潤而茁壯 蘆蝟的教訓讓哨號恍然大悟 當他轉身背對煞時,突然,他心中的疑惑全都消失了 他理解到,他可以不只是一個皇帝 四風將狂笑的美猴王吹過了峽谷與荒野 皇帝的信念,驅使他踏上征途去拯救好友 並阻止水魚者遇見到的可怕大爆炸 不再有疑惑的皇帝邵浩,追尋著他的好友美猴王 順風下的哨號拔足狂奔 但匆忙之中,皇帝一個不慎 跌入喀薩朗蠻花那濃稠綿密的野生沼澤裡 不!皇帝大喊 他努力想要擺脫,卻更往下陷 皇帝越驚恐,就陷得越深 他心中的憂鬱已經幻化成形 絕望之煞出現了 皇帝大喊 救命啊! 在高空中,象徵希望的紅鶴熬翔著 紅鶴問道 你為什麼要掙扎? 你為什麼要掙扎? 少號則喊道 我失去了我的朋友和王國,一切都沒救了 紅鶴回應他 你並沒有失去你的朋友,你是失去了自我 少號再度仰望潘達利亞,尋求答案 他見到一棵巨木生長在沼澤的中央 其樹枝高搜迎向天際 樹根卻牢牢伸至地面之下 少號的雙族找到了竹利亞 他心中充滿了希望,奮力向上爬 絕望的錦伏也為之鬆開了 他說,我絕不能忘記自己是誰 我是皇帝 我必將拯救這片土地 燒烘 声中传来的笑声 但那声音传自西边 从盘龙脊的笔端传来 那里是所有熊猫人的死敌 螳螂人的底盘 少昊心想 我还是办不到 皇帝站斗着 打算转身离开 此时有个声音问他 你要去哪里 皇帝则答 我不敢继续走下去 他眺望着荒原 见到了伟大的玄牛 玄牛说道 让你的双脚带领你前进吧 他们知道该往哪里走 少昊爬下城墙 打量这陌生的国度 对他来说 这简直是噩梦成真 但他还是让双脚引领自己前进 不久 他听到一个可怕的声音 三个邪恶的螳螂人战士 正在争论要如何分食他们的战利品 魅猴王 少昊因为恐惧而无法动弹 狡诺的恐惧之煞 已经拿住他的要害 玄牛的声音在少昊耳边响起 皇帝啊 你绝对不能让恐惧控制你 你必须要控制你的恐惧 少昊又转向大地寻求解答 唐浪花园上雄伟的奇葩里之树 向来以他神奇的树枝闻名 少昊在一棵琥珀的珠子上找到了他的答案 少昊大声宣布 我不会因恐惧而胆怯 少昊使劲撞向最近的树干 厚重的树枝便从天而降来 现在轮到螳螂人被钉在地上 无法摆脱这些恼人的树枝 皇帝救出了他的朋友 他们逃离时 美猴王心中充满了怀疑 他大喊 我们无法单独战胜他们 你应该召集部队 将螳螂人彻底摧毁 在摆脱了疑惑 并克制了恐惧之后 皇帝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信心 少昊说 不 燃烧天际的风暴也会波及到螳螂人 我们需要一支能粉碎军团的部队 没有 一个ец队 他只是记得四千岁 一新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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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歌 最可爱的 吴尔玲 高杂扒 丹达利亚的末代皇帝 面对着可怕的未来 燃烧军团即将撕裂整个世界 他克服了自己的疑惑、绝望跟恐惧 现在他自信满满想打造一支军队 在昆来风的山顶上 潘达利亚最强的一百位战士 在力量之灵白虎的严格监督下 擒练武艺 绍号宣告 我需要军队 我来收编我的战士了 但是白虎看出了心急的皇帝 心中隐藏的黑暗 他问道 你为何而战 绍号怒吼道 为了摧毁恶魔大军 粉碎敌人 白虎答道 不 这并非好的原因 你的确无所畏惧 但你还是有着负担 皇帝十分不满 所以白虎挑战了他 拿这根木棍 如果你能碰到他们一根寒毛 他们就听命于你 在美猴王的叫声鼓舞下 皇帝使出了冠法 挑刺 挥舞成木棍 但战士们轻松地躲开他全部的攻击 动气的哨号怒吼起来 他怒意的总和 愤怒之煞出现了 皇帝气愤地用膝盖折断棍子 暴力及仇恨也现身了 白虎宣告 你现在知道自己的缺失了吗 憤怒不会强化你 只会使你变弱 少昊鼓励地面对着他制造出来的黑暗 全部的煞 一起攻向了他 但在烟雾散去后 皇帝仍毫发无伤地站着 一位强大的战士倒在了他的脚下 这位战士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来拯救他的帝王 少昊的心解放了 他谦卑地跪在白虎的面前 他说 我的愤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他的牺牲 让我看到了同伴 爱 与和平的力量 白虎点了点头 让我再问一次 你为何而战 少昊回答 为了我想保护的家园跟亲园 我 会站到最后一刻 谢谢你 白虎 皇帝终于抛下了全部的重担 来吧美猴王 我们得在太迟之前 赶到潘达利亚之心去 在皇帝与他的好友出发时 天空陡然变黑 因为大爆炸的时刻到了 杭云 杭云 王 王 王 就這樣,邵昊來到大陸中央 位於他帝國中間的神聖山羽 卸下了所有重擔的皇帝 心如明鏡 在山谷中 他的子民尋找著避難所 他們知道世界末日即將到來 他們哭喊著要他們的皇帝救他們 邵昊宣布 潘達利亞的子民們冷靜下來保持專注 我們可以一同度過這個難關 但是他的子民並不明白 邵昊從他們的臉上看到了自己已經克服的重擔 他認出了懷疑跟絕望 他的子民充滿了恐懼 獲在憤怒中戰鬥 皇帝驚覺到他們沒有時間來學習他學到的教訓 他心想 時間 我的子民需要時間 在那個時候 皇帝想起了 玉交給他的教誨 你必須去尋找潘達利亞之心 答案就在那裡 稍後回想起 在他的旅程中 曾眺望大地 看見風中的一片荒漫 他心想 不管面對什麼難關 大地總是指引著我 但最真實的答案 總是來自 內心 稍後 忽然間頓悟了 我本該擁有長壽與興盛的帝國 但我不只是一個皇帝 我現在知道該怎麼做了 因為我 就是潘達利亞之心 稍後宣告 潘達利亞的子民們 你們還沒準備好 如何面對這場風暴 我 也阻止不了它 但你們會熬過這一次 跟未來的許多風暴 因為我 會給你們時間 來學習我所學到的教訓 接著 潘達利亞的末代皇帝 犧牲了他曾擁有 以及他未來的一切 獻出最後一口氣息 與大地合而為一 一片濃物環繞並保護了他的帝國 在世界其他地方 因大爆炸而分崩離析時 潘達利亞得以幸免於難 在稍後氣息的隱藏下 飄向了遠洋 恰如風中的花般 古中的百花持續地盛開 隨時間過去 我們熊貓人 學會了皇帝的生活方式 然後 這裡的寺廟傳承了他的教誨 他仍在昆來風的雪風上 看顧著我們 據說 只要用心傾聽 還能聽到他在迷霧中 對我們的清語 這就是皇帝給我們的贈禮 這就是潘達利亞 在迷霧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